好不容易 巨人終於在六月十六號 交手羅德的比賽 展現睽違已久的打擊火力 單場11支安打攻下八分順利玩封對手 成為孔屯十三連敗以來最出色的表現 尤其陣中洋炮KC McGee 叫出單場五支三猛打賞 包括一發洋春彈在內 一共五分打點 且差一支一壘安打 就能達成完全打擊 出色表現為巨人打線提振不小心心 再怎麼說 這位1.5億前下的重砲手 在這場比賽之前 六月份打擊兩成五 甚至連一發全力打都沒有 只貢獻了兩分打點 不如預期 更令人擔心的是 當然第四棒的老將阿布勝之助 從五月開始就先入低潮 打擊率低到只有兩成 截至六月十五號為止 也只出現八支安打 近仗三分打點 直到目前仍然無法找回手感 巨人中心棒四沒能有所發揮 也難怪戰機會起伏不定 值得慶幸的是 康三番的隊長版本勇人 本季打擊率三成二九高居央連第三 安打輸七十六支 以及三成九八的上壘率 雙雙泯烈前茅 只要能夠維持好表現 加上阿貝趕快擺脫低潮 搭配有復活演出的洋炮 瑪姬 巨人不僅有機會扭轉回市 說不定還可以捐上橫濱之心 要回央連第三名的席位 外體於新聞 綜合報導